复兴航空劳资协商会议今天召开 协商不到半个小时就结束 工会代表表示 今天根本就没有协商 大部分时间都不断地被资方盘问 你是谁 还被要求不能够带手机录影录音 工会代表怒批资方刁难 没有诚信 今天协商未果 我必须很遗憾地告诉大家 今天的协商不是破裂 是没有达成协商 根本没有协商 上午9点不到 复兴航空工会副理事长庞敏毅 带领20名工会代表 与复航资方召开劳资协商会议 结果不到半个小时就结束 工会代表控诉复兴航空刁难且毁约 今天拒绝跟公司协商 我们一进去那个房间就被锁在里面 要进进不去要出出不来 在外面被堵了半个小时 好不容易进去了 所有人里面十几个人资方代表 指着我们鼻子说 你是谁 你是谁 当我提供名单给他的时候 他却说我不认你 我不认你 我不认你 也不承认我们企业工会 我觉得这对企业工会 是非常大的一个侮辱 工会表示过程中 被要求不准录音录影 意图强行没收手机 工会代表被带进小房间后 还被质疑身份 协商的大部分时间 根本在互相做身份确认 昨天我们的执行长刘东敏先生 有亲笔售书说我们今天企业工会 可以带领二十名的企业工会成员 进去做一个协商的动作 但我们今天二十元成员的名单列出来 一名都没有少进去的时候 却第一步先遭到阻挠在外 工会提出两大诉求 除了资钱费外 每位员工另加五十万作为补偿 另外必须依照大量解雇劳工保护法 六十日前应预告员工 离职日应该从明年一月二十一日 但今天根本没机会坐下来谈 目前尚未讨论出 下次开楼资协商时间 但工会仍对富航存有希望 例如说走上街头我们都不排除 只要可以让我们声音 把我们的声音传达出去 把我们的诉求传达给公司 我们都会试 期待资方对员工释出最大的善意 否则不排除走上街头 采取更进一步动作 新台电视曾一豪方起源 台湾台北报导